作词 思雅 你看我想的多周全啊 你看 发箍 发带 像不像我们一起 共用卫生间这样子 请不要把那个发箍放在那里 还有 两个人共用的卫生间 会有两管牙膏吗 对啊 这里我来准备就好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一件都不要剩 全部拿走 那你这样我不就白忙做了吗 帮我准备几个漫画书 几个投射 还有一包卫生巾 好生气 洗澡 洗澡 感谢观看 例子说摄影师马上就到了 他们现在两个在外面等我们呢 让我们出去碰个头 耳朵 耳朵 怎么这么快啊 耳朵 快 把这个带上 快把这个带上 你干吗 为了避免穿帮 我们俩必须和你们俩实施连线 然后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随时沟通解决 我不用了 给他带就好 例子一怎么搞得跟特工似的 怎么有这种东西 对方都已经名侦探柯男了 我们还不得叠中叠 我试下音乐啊 喂喂 你 对不起 要再摄影 对不起 对不起 调一下 喂喂 怎么样 好 耳朵 我们就在外边 如果出现什么问题 千万不要着急 一定要保住 好吗 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好 我们走了 拜拜 对了 刚刚栗子跟我说 我们要演自然一点 也就像刚刚起床一样的呀 别动 谁起床带要喝了 可以了 走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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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书威 被耳朵 你们好 我是你们今天的跟拍摄影师 打耳朵 你们叫我柯南就好 我叫小五 扮演挺像啊 可不只是装扮像 我可是网友们 飘演出来明察秋毫的 跟拍摄影师 我们呢 以前都是你们两个的 CP粉 但是 你们却用拙虑的演技 欺骗了广大粉丝们的感情 所以我们这次的任务 就是在跟拍的过程中 用细节去证明 你们两个 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情侣 我们要看到的 是真正在一起生活的痕迹 进来吧 现在就开始吧 我可不是那些节目里 故意做效果的摄影师 我的原则只有一个 我的原则只有一个 那就是真实 绝对的真实 毕竟 razi 你光好自己就好 嗯 我在群里可是被推为逻辑地 任何真相都休笑唐过我的爽眼 换鞋 你们可以当我们不存在 但是我们会无处不在 小五 跟上 观众朋友们 广大网友们 我们现在在他们的家 这两个人现在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居然完全没有任何互动 真正的情侣会这样吗 会吗 会吗 你要是一直这样说话 我们也没有机会跟你说话 这摄影师有病吧 网友权呢 他们俩不会穿帮吧 放心吧 他们又不是第一次 你们不用紧张 我们会无处不在 你们可以当我们不存在 平时生活什么样就什么样 你饿了没啊 要不要我去猪点东西想吃什么 你做什么我去吃什么 我去做 嗯 叶淑伟 昨天早上都是我陪你做的早餐 今天你得陪我做吧 好 好 来 您好 请慢点 谢谢 谢谢 你昨天买的西红柿 应该放在这里吧 嗯 对 好 还需要什么 我可以 要不你帮我拿一下土豆 然后 把鸡蛋搅一搅还有面粉 好吗 嗯 我口渴去喝点水 好 喝点水 好 喂 老天 喂 耳朵 不 小魏老师 我还在老地方 学校附近咖啡厅 实在是对不起啊 我今天不能出门了 要不然我们把今天的课调到下个礼拜好不好 怎么了 你为什么说话这么小声 你在家吗 你是生病了吗 要不我去你家看看你吧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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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今天真的有很重要的工作 真的 是因为那个节目吗 你在那个变态色狼家里 我现在跟你解释不清 背耳朵 我先 来 maior 开 来 pos i раст 嗯 Belt 嗯 嗯 嗯 我做的胡炭子就是和宇宙不同 那别人呢都是加很多面粉啊 我这全是蛋的 所以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香吗 嗯 香 香是吗 好 做好了 尝尝 嗯 能不能有点出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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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舒威就是这样啊 嗯 平时呢我会发挥想像做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 他都会吃的 嗯 而且他都说很好吃 搞得我自己都不知道到底好不好吃了 你们要不要试试看 呀呀 行了 还嫌你们傻的够粮不够多 我吃饱了 记得 记得 把厨房收拾一下 早上不是我准算了 为什么又是我收拾 昨天你俩下手的时候 晚不是也是我洗的吗 怎么不是说好要轮流吗 我洗啊 等被耳朵收拾完 我们再拍 走四处看看去 没想到他们俩还真能逢群化鸡啊 可别高兴太早了 怎么了 那个柯南扬言一定会让他们俩脑筑破绽 当众拆穿他们是假情侣的身份 可没那么好死心啊 你怎么知道 我混进他们黑粉圈了 成败就在今天 我真希望他别给我弄出什么幺蛾的 我都不信我们这么多人还对付不了他一个了 这家伙有完没完 赶紧把他给我弄走 不然我不保证我能一直配合 我去 叶大人急了 要聊挑子了 不行 我得给他下狠招 用他们速战速决 雷达 嗯 靠你了 狠招 好 加油 快去 快去 走 请问这间房间是贝尔德小姐的房间吗 嗯 是他的房间 两位身为情侣 是不是因为别墅太大了 还要分房睡啊 这里相当于他的书房 有时候他录音的时候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 就像我读书的时候也不喜欢被打扰 所以我们都有各自的空间 那这床呢 快点告诉他们你的习惯啊 别害羞 告诉他们 嗯 嗯 嗯 我的习惯就是 我喜欢 我喜欢躺着看书 躺着录音 躺着 学习 所以我房间里就有一张大床 对 你们两个平时在家 就穿得这么正式啊 穿的呀 这不是因为你们来我们才穿那么正式吗 平时都是穿家具服的 对吧 嗯 那就去换吧 正好 一起去看看你们的房间 我们的卧室就在你身后 好 换衣服也要跟吗 你们去换吗 我们就在这儿等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上来 我当然是来帮你们呢 别问那么多 我已经不知道了 快去换衣服 快点快点 我睡怎么可能在这儿 我睡大日在我房间了 我在这儿 啊 哎呀 这个可以可以 给我们给你们快去换衣服 去换衣服 在哪儿呢 哎 哎 这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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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光看这些表面的东西 没拍到他们是在一起 谁能相信他们是真的 师父 那近拍他们睡觉 啥 你 好了没有啊你们 贝尔朵 你是根本就没有睡衣吧 我 我平日就这么穿啊 这么穿舒服又自在 而且 而且 而且你没听说过 人家说 男孩的衬衣 是女孩最好看的睡衣嘛 没听说过 小吴 快 小吴 小吴 你也很快 小吴 你也不太好看 我都不太好看 我做什么话 我做什么话 我们已经相信你们是真正的情侣了 今天的直播结束 小五 收工 这边啊 两位这边 大门大门口 这边这边 这边 来 起 耳朵 昨天 你怎么在这啊 我来看看 小五 快 拿出机器接着拍 啊 师傅 不是说不拍睡觉了吗 快点 哪那么多废话 可是他 您还好怕 怎么还要拍你们睡觉呢 不是不是 乐远不是你想的那样 啊 马上就要结束 这小子来捣什么乱啊 谁啊 回去吧 换走 哎哎哎 你不能去 你一出出现的画面里 网友不分分钟把你忍辱出来了吗 这不穿帮了吗 那可是这怎么办 他 今天有名了 把门关了 不是 乐远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这个人是谁呀 他这么在意你 不会他才是你真正的男朋友吧 不是不是这绝对不是 他他只是我的一个学生 真的只是我的一个学生 今天是因为 是因为是因为那个 是因为 视 视频补课 对 视频补课然后他就 这这这这 我没时间吧不是 这样啊 那既然答应了视频补课 跑家里来干嘛 你们在撒谎吧 我 我 我听说耳朵生病了 我就带一把同学来看他一下 你 你生病了 那 那可不吗 没事吧 变天了 耳朵 既然有同学要来 怎么不早一点跟我说呢 我好准备啊 乐连 我这还有事情 你再回 不用了 既然都代表同学来了 那进来坐会儿吧 换鞋 我 我 这 我 来 喝吧 感冒了就要多喝水 话说 贝尔多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年纪的学生 其实 我和贝尔多是日语学校同学 他的口语非常棒 所以我就找他补习 他在我们学校非常受欢迎 最优秀了 所以啊 我就认为只有善良正直的人 才配得上他 你的意思是 叶淑薇并不是 你认为 他根本配不上贝尔多 是吗 当然啊 当然啊 毕竟 咱们俩跑路吧 那 吴迪安 喝点水 喝喝点 所以 叶淑薇和贝尔多不是真正的情侣 只是为了节目效果假扮的 是吗 我 我不知道啊 过了啊 点到为止 假的真不了 真的假不了 真把自己当男朋友了呀 你说 你说谁把自己当男朋友了 抱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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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在刷娱乐情新闻 有些演员啊 一上个恋爱节目 还真把自己当男朋友了 我一激动 就忘了你们在录影 怎么喝到嘴巴上都是啊 二冬 我知道啊 你的学生肯定是在嫌弃我 占用了你太多时间 都没办法给他们上课了 是不是 是啊 乐天 你不要怪 不要怪舒威嘛 他就是这个人保护欲比较强 不想让我太累 然后 之后我会调整好时间的 你放心啊 你放心 好 那 你们好好休息 谢谢 谢谢款待啊 我们也走 收工 我送送你们吧 这边要去吧 我承认 我们今天一直都在刁难你们 现在 我们已经对你们黑砖粉了 你们要幸福哦 嗯 嗯 收工 我身上今天晚上得好好睡一样 雪糙一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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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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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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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是不是我山音放太大了 我下次会注意的 没有 你的快递 谢谢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背耳朵 你跟你男朋友之间的互动实在是太搞笑了 你男朋友做饭好吃吗 拍节目对着镜头会不会很别扭啊 你男朋友家真的好大 散了散了散了 没见过明星啊 小贝老师 几位有个问题想跟你请教 还是你行啊 小贝老师 照这个情景下去 你不会真的要踏入娱乐圈吧 应该是说你一只脚已经踏入娱乐圈了吧 你以为娱乐圈想进就能进啊 我那儿哪儿是一只脚踏进去了 我那顶多是进去了 吸了口空气 我又出来了 谁想进娱乐圈啊 也对 进进出出是挺累的 嘿嘿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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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来得及看呢 还不及啊 没看信息啊 我刚下课还没来得及看呢 回家吗 真准备回去 走吧 有点事 乐天 那我就先回去了 你注意安全啊 你特地来接我回家 你想多了 我朋友有件事想找你帮忙 哥 两位来了 来 赶紧坐 贝尔多小姐是吧 你好 你好 我是叶书渭的朋友 今天要麻烦你了 不麻烦 我很喜欢这种工作的 那太好了 你说刚开始节目上看到叶书渭的时候 我都震惊了 他平时那么闷的一个人 你受得了吗你 我们走吧 别别别别别 工作工作 好 好吧 来 来 这个您看一下 我们这个片子呀 是关于小孩子的一个宣传片逮捕 你呢 就按你平时自然的声音说就行了 你女朋友看起来挺萌的 认真的样子还挺美丽的 你招待人都不倒水的吗 来 来 来 可以开始了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们俩真是越来越有默契了 不过我怎么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呢 不是 有默契还不好啊 你说我是不是眼睛花啊 我就觉得 他们俩周围一直在冒粉色的泡泡 今天你可是帮了我的大忙啊 太感谢你了 特别是啊 你这个声音啊真的是非常棒 还有你对这个感觉抓得也很准 我相信我这个宣传片啊 肯定能够通过的 又说我呀 有空常带女朋友过来玩吗 希望有个机会可以一起合作 能得到您的认可 我也很开心 那么走吧 好 那两位慢走 谢谢啊 好 再见 你刚说什么 你说你看见他们俩周围有粉红泡泡 真的 就 你是多想他们俩假期真做啊 那我们耳朵的终身大事 你看看 真好 来 余总 喝杯咖啡 仓夫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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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